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等雨水一滴一滴一滴落下 剪散开的红花 我在等它 解开梦在眼前模糊那一层黑衣裳 我看见的是长色的梦啊 会有点迷茫 会有点彷徨 但你和我并肩远处就亮了光 站在路口抬头仰望 就快要想起的太阳奔跑吧 朝着向往的地方去吧 灰色的花 眉涂上色彩的花 拿着水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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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下 像散开的红花 燃烧吧 所有的迷雾 就在这一刻聚散吧 收起火吧 突然间变的那片脚下 不再害怕 人总要自己长大 就算被大雨一杯一杯狠狠装爽 你想把我结垮 绝不倒下 分离冲出阴霾 站在窗户天空下 我看见的是未来的回答 回答 只идquick是未来的回答 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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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周静盲干嘛呀 新的话题会迅速取代旧的话题 懂不懂 我想趁这次辅导课 跟你们交个朋友 你以后离语会通远一点 当我崇拜你这句话 通过广播传出去的一瞬间 我有茫然 有羞恼 有惊慌 却从没有一刻是想要拒绝 想要否认 我因为他的恶作剧而说出口的话 或许 在很早很早以前 从遇见张扬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已经将他当作武相 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成为他的样子 勇敢 坚强 努力 和爱 推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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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刚才在走廊碰到周静芒 他着急往天台跑 我担心他出事就跟上了 然后 这 怎么了 然后我就 看到他上天台了 然后听到一个男生说话的声音 想想应该没事 就下来了 你是说周静芒和一个男生在天台上 胡闹 周静芒 你们在干什么呢 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上次广播站的事 是施老师替你们求情 我才答应给你们一次改国的机会 变本加厉了是不是 老师 我们 周静芒 尤其是你 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单独来天台 干什么 你别告诉我 你们是为了学习 老师 我们真的就说了两句话而已 还敢狡辩 今天 我今天一定要找你们的家长谈谈 她的家长谈谈谈谈谈的 22 你看有什么客气 8 h 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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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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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吗 你怎么才回来 我坐立不安的 早看早安心啊 我这学校有事 行李别说了 咱们快去看看 这儿有个抽屉上锁了 是不是在这里边 等着 我有备用钥匙 朕有你呢 朕有你呢 纯彩 等会儿 喂 老师 你好 什么 柳小芒 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 她的 不好意思啊 周主任 回家我一定好好教一她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别吵 看书呢 回家 来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市面上 所有的参考书 我都买齐了 以后如果有题不会 就先看书 不要去找周晋梦 我们是朋友 他以为你是真心诚意的 我怎么劝都不听 所以你不要伤害他 你为什么觉得我要害他 如果要害他 他妈妈打电话来问我 纯采是不是我送的 我就会直接说是你送的 反正我知道 你送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他和你说的 他那么懦弱怎么可能说 他那么懦弱怎么可能说 你忘了 那天在礼品店我看见你了 是 张阳 你怎么在这儿 不用包装了 没那么正式 好 好 您慢走 他有他的想法 他的想法就是高中生活的安稳 你信不信 被找了家长之后 他连跟你做朋友的勇气都没有 他一定会退缩的 你敢不敢打赌 余慧彤这是怎么了 知道 晚饭都没吃 喝杯奶吧 我给你同学余慧彤打电话了 他说纯采是他送的 爸爸妈妈应该相信你的 我们误会你了 真的 但是 这个住校呢 对你是有影响的 所以从下周开始 你走读 这个学期 我们暂时回家住 最近我的成绩 真的没有被影响到 我跟你保证 但真的有影响了 我给你爸爸 被老师叫到学校去挨骂 我们教学这么多年 用起这个人的 妈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下周快要都做业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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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那些错 都是谁啊 慧彤 昨天谢谢你啊 我妈妈没有为难你吧 我是实话实说啊 本来就是我送的 那没什么事了吧 我还坐着题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找人 你还好吗 你爸妈 没为难你吧 还好 他又怎么了 不知道 好 哇 哇 哇 终于完事了 就是 累死我了 云辉 怎么样 我就说 有我和周周在 保证你这次任务 完成得漂漂亮亮 是老师给的时间紧 多亏你们了 完了 周周 弄到这么晚 你的门禁怎么办 我今天跟爸妈说了 老师让我留下来画板包 可能会晚回去 所以我今天晚上 可以住宿舍了 真的 你是不知道 你这段时间没回宿舍 我和云辉独守空房 想死你了 那我请你们喝奶茶 感谢你们帮我这次忙 怎么样 不不不 今天我请客 咱们把奶茶长谈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 我同意 虽然上学天天减 但不知怎么的 我老感觉周周 最近存在感变低了 不是吃饭就是做题 好像之前那些 沸沸扬扬的事 都过去了一样 我倒觉得 这样安安静静的 也挺好的 久违了 那我现在就去卖奶茶 好 好 土地盲 这个时间还能在学校附近 遇见你 简直就是仲彩票 你最近 总是身龙见首不见尾的 我爸妈让我最近回家住 所以走得比较早 他们还在等我 我先走了 那拜拜 你躲着我干什么 我没有啊 这个礼拜 你见着我就低头 跟别人没话找话 不是躲着我是什么 我成功帮你摆脱了 跟小马老师的传闻 这就是你答谢我的方式 可你没说是这种方法 后面还有一系列 那么多的事情 只要跟你走在一起 就有同学议论 老师 家长 都在找我麻烦 我除了躲我还能怎么办 可你不是说 要好好观察我 想了解我吗 那是当初 不是现在 你放开 周静芒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很讨厌 跟我一起被别人议论 当然不是 不对不对 我是不想被任何人议论 就一直安稳稳地学下去 只想努力学习 考个好大学 让父母跟老师借大欢喜就行了 所以 张扬我拜托你 别在我的生活里扔炸弹了 我承受不起 我知道了 终于有奶茶了 怎么还买了辣条 还买了那么多 辣条 都是辣条 突然想试试 连续吃五十包辣条 是什么样子 送给我的 对 以我为偶像的女生 总不能一直保持长相平积实地吧 那你现在要干吗 应该是回家吧 我送你吧 二十五大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这就可以了 你写的小说 挺好看的 你不是一直问我的梦想吗 等你第一篇文章正式发表的时候 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周静芒崇拜张扬 周静芒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很讨厌跟我一起被别人议论 我是不想被任何人议论 张扬 我拜托你别在我的生活里扔炸弹了 我承受不起 你信不信 被找了家长之后 他连跟你做朋友的勇气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么帮他 在初中你从来都是特立独行的 你早晚有一天会明白 我们才是一样 都是一类 亲爱的同学们 冬日清晨空气中的寒意 带着新生的迫切 谢谢 我们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天 怎么样 我这个主意不错吧 是暖和了不少 不仅暖和 还能热喉呢 某人昨晚吃了那么多辣条 不是认这么行 请站 你在呢 不好意思 那个我没看见 对不起啊 算了 我这儿有纸 我帮你擦擦 我 我说了不用了 我说了不用了 那个 凌晨是出了名的冷漠 你也不是故意的 别放在心上 不不不 我是奇怪 班长刚才那个外套 我刚刚帮他擦的时候 发现那个外套好像是女款 女款 怎么可能会是女款呢 凌晨 家庭条件不是不太好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穿这件外套肯定是不得已 我一定会补偿他的 请问 余慧彤啊 你等会儿 周周 英辉 有人找 不是 我找张扬 张扬 张扬不在 那 周静芒 你出来一下可以吗 你找我有事儿 我看张扬跟你关系很好 所以能帮我个忙吗 不是 鱼童你干吗 张扬你干吗 张扬你干吗 他是我朋友 是来找我的 你别忘了当初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别紧张嘛 我就是找周静芒帮个忙 那正好你来了 我直接跟你说好了 我这儿有两年 有两张借务大赛决赛的门票 我想你会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过来 托周静芒转交给你 正好你来了 直接给你吧 我不要 你赶紧走 你不要的话 那我再找静芒帮个忙了 等等 我们单独说 我先过去 我们回来说 走 你到底要干吗 我就是想喊你去看演出 你不在 要我找周静芒帮忙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要喊我去看演出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 有好的活动 我当然愿意分享给你了 难道一定要像周静芒那样 欲言又止 有话不说就对了 给 拿着 现场还有交流活动 都是大神 去不去随你 周末我们去买参考资料吧 好啊 你想买哪一颗的 我想看看数学和地理的 好 云球的基本步骤呢 我现在讲完了 张扬 出列 给大家示范一下 张扬动作好帅呀 真厉害 是吧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他跟你不是好朋友吗 他厉害 咱们脸儿还有光啊 我们不是好朋友了 好 张扬同学的动作呢 非常标准 下面解散 分组练习 来 走 来 少哥 你掉东西了 大善 我有病啊 这个是不是你的 我看这票上 落款写着是 于慧彤赠票 你这小子交友挺广啊 于慧彤周静芒 都是成绩 数一数二的学霸 可以啊你 他们都不是我的朋友 周静芒也不是 不是啊 不是吧 你们不会还学 小学生那一套 绝交吧 这话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周周 于慧彤来找你干吗呀 还要找张扬 神神秘秘的 没什么 他没个趋 不要了 你扔给我 我来 我来了 快点啊 快点啊 就过来 是吗 喂 张扬 他刚出小门 你小心点 别被看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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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赶紧把药喝了 来 你熬得要那么苦 我能不能不喝 当然不行了 这马上要欺谋考试了 你身体出了问题 耽误学习怎么办 快喝啊 乖 这个离吃饭呢 还有点时间 抓紧碎片的时间 回屋再别三十个新单词 应该可以吧 可以 那我先去学习了 好 来 雨 我先去 你不想聊 我先来 凑皮 你去 我的天啊 你我先去 那个 那边 你去 去 你去 什么 我去 我同学给我送来了 谁给你送过来的 外面天冷 下雪呢 多穿点 如果你的天真是 你应该是 你应该找到 你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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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是我 那你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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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哪兒呢 好漂亮的盒子 不行不行 這個位置太隱蔽了 他那麼笨一定找不到 這邊會不會太高了 他那麼矮 應該夠不到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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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看见你小心翼翼地 打开盒子 恰恰笑了的样子 你要相信 不管未来的路 还会遇到多大的风雪 我都会是你身后的那一道 温暖亮光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我们来日方长 喂 晓菱姐 我是周静芒 这么晚了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刚刚在做会议报告 但是上次给我的资料里 没有关于合作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资料 所以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 85677732 律所电话 85677732 对吧 对 那你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了 请忙 以后下班时间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公司分明啊 谁不想公司分明啊 这不生我所破吗 你最应该怎么办啊 你最应该怎么办啊 你最应该早知道 来 应该是这儿了吧 这次倒好没骗我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人吗 不好意思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你好 你好 开一下门 麻烦你开一下门 了 你 开开门 你再开门 我也是 肯定开门 你再开门 自己再开门 来 好 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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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睁开眼 你就在我身边 从窗子飘落的枫叶 送你当书箭 陪伴着你入眠 让时间暂停 让我守护你 看着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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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属于我们的约定 和你绽放我的声音 和我陪你慢慢地烙去 不用太多的言语 你能看见你是我唯一 看着你呼吸 I will never leave I will never leave you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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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约定 爱的证明 你在我 我熟悉 我熟悉 咔唐 我也托证明